半月版撕裂案例 这就能解决我的问题了 2016年我确诊了脚底筋膜炎和三骨刺 西医就解释了一个就是令我脚底站得久的时候觉得痛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做运动 例如打网球、跳舞、气骸操、瑜伽 但是脚底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直到后来我脚底一碰到地下就痛到入心入肺 20年前我曾经幻想肺结核 好后每一次谈得久或者吃甜食炸食 或者饮动食物的时候我就会咳得很厉害 有这个伤风感冒就要超过整个月才可以好 2017年4月我就确诊幻想这个鼻垫炎 很幸福在2017年5月4日 我就首次去到多林多的原始点服务站 志工就帮我按摩臀部和脚底的原始点 我觉得非常之痛 但是按了之后再加强温敷 觉得膝头膏和脚底的痛 已经可以大大地缓减了 这个就令到我非常莫名其妙 而且觉得很开心 经过详细的交流 志工认为我的生活习惯 和我的作息的情况是必须要改革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健康 所以就要改革了 在这近十年里面 我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之后才会睡觉 直到第二日的十一二点才会起床 三餐也都通常在出店街吃 也都喜欢喝些凍饰 吃面 汉堡包 高热量和多味精的火锅 还有就是经常烧夜 就开始志工就强烈要求我 要按梳食寒热表来吃东西 因按推了之后呢 明显能够舒缓我的痛楚 但是维持不太久呢 那我就也都回复原作 就觉得痛 那这个证明就是内液不足 所以就必须即时改革我的饮食习惯 而且都要求我尽量调校每晚 大概十一点钟就睡觉了 那每天睡觉的时候 最需要用电热煎 也都要温敷按推部位 大概十五个小时或以上 那每天需要看官方网站 去看旧金山的广座 来加强我的理论的认知 而每天也都要以五百克有机的新鲜薑 以两公升的水来煲开 就全天就喝着这样东西了 那也都每天要爬楼梯 以跨两步的形式 先先由每次十分钟开始做起 两个星期之后呢 我的体能也都上升了 那开始按推我的头和上背 也都教识了我老公 每天帮我按推头部 上背 臀部 还有我也都自己按推脚眼的原始点 那由五月初每周到中心处理两次 我也都积极地努力地去改革我那个饮食和作息的习惯 也都紧随着以上的方案来施行 那在家我就由我老公和我自己去岸区 那大概两个多月之后呢 我走楼梯也都可以大增至每次十五分钟左右 那体力持续地提升 膝蓋的痛和脚板底碰到地下的痛 也都可以明确地改善了 现在呢我都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去做我很喜欢的运动 那而有时候如果我玩得过量呢 我就开始觉得痛呢 而我也都可以自己去自行搞定它了 那明显这个鼻竇炎和容易咳嗽的情况也都没有了 也都不到我都没试过有这个伤风感冒 那原本两个多月之前 我的身体那个虚本感呢也都消失了 因为经过这个全面的生活的调整 架了垃圾的食物 和晚上再禁夜睡 那人都紮实了 和也都觉得容光满发了 那八月中我就好奇地去做西医的检测 那西医就很奇怪 就发现我的X光片里面 已经 膝头的那个半月反的撕裂 就已经没了 这个就令到我很清晰地了解到 就是说只要这个体力的上升 一些身体的异常也都可以修复 虽然这个不是必然的 但是完整的半月反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志工呢就强调 仪器的检测是会伤害我的身体 那我也都很明白就是说 西医是没有他处体伤的重要概念的 所以基本上是 我可能可以跟着我的疾病 那我很庆幸 由此开始呢 我就可以活用原始点 来到掌握我自己的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